每人一個示威看六個人 是的 這個是我的 謝謝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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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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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十分鐘 我十分鐘 五至十 五至十 OK 好短的 好 好 好 主席 主席 大家好 這是守護大嶼聯盟的記招 我們今天說明日大嶼 政府接下來 已經上了公務事務委員會 申請5.5億部份研究 是甚麼來的 為何它要硬摧 所以我們看到政府文件裏 譬如說很多研究的內容 其實不是一個可行性的研究 包括很多工程的規劃 所以我們今天請了很多專家 一起去講一下 這5.5億的研究是包括甚麼 而為何我們是反對 我介紹一下自己 我是守護大嶼聯盟的發言人 馮小燕也是今天的主持 我們今天還有任健邦博士 就是東大嶼關主組的召集人 也有汪奴 就是Transportation Instruction Expert 也住在堅城的居民 也有姚松炎教授 還有兩個住在西環和堅城的居民 可疑和長哥 我們開始想說 其實拓展處、拓展處、拓展處 發展局在文件裏說 其實它很支持這個 人工島明日大月的發展 但是我們看到 其實這是一個武力的發展 我們看到 政府其實沒有解釋過現在 這個工程 其實四年前做過一個可能性的研究 正正是不行的 是一個失敗的研究 但是為什麼四年之後 它拿出來就說 這個是一個很偉大 會成功的計劃呢 所以我們看到 我們的工程很多的超資 人工島也會飄移 我們整體的人口會下降 所以我們看到有任何的理據 是要支持這個部份 而公務入面很不公義的 就是它竟然可以一個禮拜裡面 開兩次的會 還要加密加長 令到它這個部份可以通過 所以我們今天 有一個很詳細的一個報道 去告訴大家 這5.5億是 5.5億是不一定不可以過 而立法會議員 是一定要幫我們把關 那我們就有一個口號 我們一起舉牌 我們叫他好好不好 我們都挺輕鬆好嗎 好啊 明日香港 明日香港 我們說是 明日香港 我們說是 我們說是 反對東大宇人工島 反對東大宇人工島 反對明日大宇 反對明日大宇 明日香港 我們說是 我們說是 好我們坐下 我們先請 任健波那時候 跟我們說一下 明日大宇是什麼來的 為什麼我們不同意 我們交給日湯好嗎 好 大家好 我首先講講 很簡單 這個整個項目 是一個神話來的 童話來的 從觀念方面 現在它闊款的程序 根本不可以現實 我講講 我強調 政府現在不是一個可能性研究 而是一個 規劃工程研究 這個分別很重要 很重要 因為可能性研究 也就是說 很宏觀地看這個項目 那些仔細怎麼樣 有什麼重要 規劃工程呢 一做完即刻 沒有聲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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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誰有 你拿近這個口 就OK OK 這個 這個 現在做的工程 是做的 又馬上要開幕了 我們要談一談 通常看看這個報告 如果看這個報告 很清楚 人工島研究規劃及工程研究 看一下也是工程研究 這個證明現在撥款5.5億 是做規劃工程 OK 一般怎麼做呢 下一個 麻煩你 一般的基建和提供工程是三部曲 先做可能性研究 做完之後大家諮詢再撥款 做下一步叫做規劃研究 做完又規劃又撥款 又要通過一些承規 不同的法律程序 最後就是詳細設計了 做完之後再開波 施工了 通常這些程序是七年到八年的 現在政府說 可能是42個月 即是三年半 它將一般的程序 應該七年到八年縮到三年半 現在這個規劃很複雜 一千公頃填海 隧道 公路 鐵路 和在經濟地城 加爾州的基建 為什麼人們這麼短時間 這麼匆匆忙忙呢 有什麼效果呢 落大風險了 你沒人明白研究 可能性立刻做規劃工程 待會幾位為分 講關注這個工程的問題 我先講講 我講講現在這個規劃 這個過程 根本是神話來的 為什麼政府用這個過程呢 因為它想說 如果大家想要很快有公屋 很快有私人住在2032年可以入伙呢 就要這個流程 即是說它用2032年大家入伙這個意思 就供法國快點給我錢了 這個流程 現在40億個月 做不到這樣的事情 一定不可以 OK 這個就是流程了 講講這個明藝大學的觀念了 自從梁振英五年前講的這個觀念之後 我們什麼都不知道這個 是什麼東西東東來的 只是用口號式的 說很偉大 又近大灣區 全部沒有數據 來看一看 下一張 有幾個賣點 我們為了供應公屋 我們會百分之七十 公屋 就是十幾萬元公屋 這個就是安撫居民 第二 我們一定要經濟發展 那麽就建立核心中心區 CPD了 我問你 全世界有沒有一個城市 一個先進的收入區給十幾萬公屋包圍 沒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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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說這個設計 大家可以原地就業了 不需要跨境辦公 你有沒有可能 十八萬間公屋的居民 能夠有它的程度 去這個先進核商業區辦事 沒可能的 結果 結果這人又要跨境上班 你看現在每一個公屋多的地區 建水圍 百分之七十五要跨境上班 屯門 百分之五十跨境上班 所以有什麽可能 政府這個口號 說住百分之七十五是公屋的地區 可能在本地就業 沒可能的 這個領導你考個矛盾 如果這些人不在本地就業 就要跨境就業 跨境有什麽道路去 一條隧道去香港 一條 那一陣子Ronald 姚教授 會講一講 這一條隧道的後果 我現在指出 在觀念方面來說 政府這個方案是一個神話 結果 明天大雨 在一個海島 很多公屋 沒有商業區 私人屋就買不起 我講了這個公屋 我觀念搞不定 私人樓宇 根據黃偉倫局長的記者 你假如數 每間私人屋是一千八萬 一千八萬 那你可以買一樓 這個觀念又是神話 那我一張viewgraph 就講清楚 明天大雨 在住在住屋的問題 商業區的問題 私人樓宇全部是神話 OK 下張 麻煩你 他就說 大家生活質素會好些 一千公廷 絕失十萬人 你想一想 香港最逼的區 觀塘 是每平方公里 五十萬人 那怎麽可能 在明天大雨 大家主要舒服一點 又是一個神話 這幾個基本問題 政府為了討好上公屋的人 說我擔保你 很多公屋 想討好商人或商業區 想討好我們買不到屋 但結果這三個圖 這個是不成立的 很簡單的說 很簡單 五分鐘後可以破掉這些架設 好了 那結果呢 結果呢 結果呢 其實啊 明天大雨 結果等於海上的天水圍 海上天水圍 剛才說了 結果就是 你在將來看出海 結果呢 只一個呢 一個小的島 人口密度高 剛才說了 逼個屋棍堂 公屋十幾萬 沒有可能有商業區 又呢 這些所謂高質量的職位不好 然後呢 又要跨境 跨境就業 那一陣子講一講 阿羅倫和賴教授 交通就很差 那這個就是 明天大雨的事實 很簡單 不是政府這麼說 說人家有屋住買得起 不用原居就業 又信任他 這個觀念 是神話來的 那 他怎麼來的 這個觀念 這個另一回事 我拍一些文章給你們 這個觀念 他是炒冷飯 1981年那個時候 叫做東大嶼島觀念 問題政府就是 他應該幫出來 沒有想清楚 將以前香港經濟人口 和環境的情形 幫現在不一樣 他重新擺出來 所以又出了一些笑話 所以出了一個神話 神話通常的結果是 街大歡喜 人人快樂 但是這個神話呢 結果我們給了萬億之後 還做了一個 不幸福 不快樂 在海上天水圍的新城市 那麼 剛才我講的交通問題 又是神話來了 那麼這個問題 我請Ronald和姚教授解釋 Ronald 我給我介紹一下 他在香港住了40多年 住了40多年 在香港交通系統的基建 很多經驗工作 在有關東大嶼島 東大嶼跟香港連接的道路 他都做過研究 所以香港很有權威 很有專業 講這個問題 OK,Ronald, please 好, thank you, Tom My apologies I shall have you do this in English rather than Cantonese I'm Ronald Taylor I've been planning and designing transportation infrastructure in Hong Kong since about 1975 I believe I've got a good knowledge of why things were built and why things were not built in the past Let's move on First of all the Lantau Tomorrow vision includes a strategic transport plan with a new highway system from the North West New Territories to Hong Kong Island and two routes the first route in bold and then the subsequent route in broken line both lead to Hong Kong Island and converge at Kennedy Town you'll note from this there is no link into Kowloon from this new route now any such uh transportation plan uh needs any such treaty transportation plan uh needs some backup there is a we need a transport there needs to be a transportation study a which demonstrates that this is what's required and how it's to work such an assessment was undertaken in 2016 but the government has recently declared this assessment to be now outdated obsolete relating to incomplete analysis and is not applicable as of today and citing the various changes in planning data and parameters and assumptions s since it was undertaken hens the government now has no transportations study to support their strategic transportation plan so what's the basis for it i don't believe their plan was obsolete ah it still gives a good indication of the traffic which can be expected the one thing the study did not give and that was the results which government wished to see it didn't tell them what they wanted amongst other matters it confirmed that a dual three lane tunnel to kennedytown would be required to operate at near capacity or in excess of it the lantau tomorovision strategy doesn't provide any direct link from the artificial is to kowloon that i mentioned requiring all this traffic to use the link to kennedy town the elevated conark road west past the western market and the western harbour crossing the direct link to west kowloon was found not to be practical in a planning study in the late 1980s and that's probably why it's not been included now the net result is this is what you we have on hong kong island in the broad red areas the broad red areas areas are where there will be congestion and interesting today s it was missiles there was congestion on one of these these areas on the conont road the west rich kowloon one of these these areas on the kong road west the highway would require an additional lane or even two lanes and this is just not possible also the ground level roads between kennedy down the central also lack capacity for traffic leading from the land tower tomorrow vision the 1992 Green Ireland link predemporary feasible study and this is a study which was looked at many years ago concluded that any link to kennedy town must be limited to only two dual two lanes and not the three lanes now proposed this conclusion appears to be ignored overlooked or whatever in the haste for the land towertomorrow vision before any engineering study can be undertaken there needs to be in place a viable transportation plan that doesn't exist at present without it any feasibility studies undertaken now run the high risk of being found to be outdated and obsolete changes to the transportation plan to make it workable would mean that any feasibility studies based on this unworkable plan would be largely worthless so in place of the for the feasibility study for lantowtomorrow vision analytics should be undertaken to produce a viable strategic transpellation plan and once produced if that's possible consideration can then be given to feasible feasibility studies based on that viable plan not before to use a an english expression they're putting the cart before the horse i'll be happy to answer any questions later but i'll now pass on to thank you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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發言 主要集中 就是在這一份 我簡稱叫做DTIA的報告 這份報告 政府一直都不肯公開 多謝 tom和varno 一直爭取 爭取了一年的時間 終於公開這份 東大嶼人工島的 交通影響評估報告 TTIA 首次公布 這份報告 其實是在兩年多前 完成的 其實是非常更新的 但是不知為什麼 政府交出來的時候 就說這份報告已經不更新了 又要再拿錢做過 這份報告當然裡面 很複雜 133頁 時間有限 大家如果是有什麼不明白的地方 我們可能會以後要查序 裡面第一個版面 要跟大家介紹的 就是這份報告的結論 已經出現大量不可行 以及交通負荷過重的情況 但是大家看看它的人口假設 它在表5點2點2點3裡面 對不起 前面 前面 OK 我口頭說 它在假設裡面 它是 以終極都是70萬人口 早期的工程是44萬人口做估算的 和現在政府所說的 是110萬人口 是少了差不多40萬人的 以一個這麼低的人口估算 以及它是假設 提供大量的就業機會 令到跨境上班可以減少 以這兩個假設 就是說 人口比現在說低 以及 原區就業 免除跨境交通的機會很大的 情況下 做這個假設 所以大家看到 去裡面就說 就是第一條路 L1 就是交易州去堅尼地城 是會出現 勉強可以管理的交通情況 VC的Ratial 通常政府就是超過1 就是說車輛已經達到設計容量 那就是1 如果1.2或以下 就是說勉強可以管理 1.2以上就表示超出負荷 L1就勉強可管理 L3就是交易州去Sunny Bay 就已經是超出負荷 去到1.3和1.4 而 如果沒有R4的連線 等一下給圖 大家看看什麼是R4連線 你就會看到 有很多情景都會超出設計負荷 這個就是道路上高的可行性研究結論 大家看看 接下來的資料 它是在假設汽車的增幅 已經減慢 才有出剛才說的情況 勉強可管理和超出負荷 就是已經在假設私家車的增長 最近這兩年 以每年3.8、3.9%的增長 它是假設會跌到2% 1%這樣下跌 到2041年 全港是有100萬多部的 避難 再下一張給大家看 L1、2、3、4、5、6、7 L1就是由港島堅尼地城去交易州 L3就是由交易州通過Sunny Bay L2、L4、L5就是相關聯 在港島堅尼地城去到機場 R4坦白說 對港島連接的交通負荷比較重要 就是香港兒子會去堅尼地城 大家不要了解這個道路網絡的命名 再下一張 大家如果很有興趣知道 實際的數字是怎樣 可以去報告 我有一條連結給大家的 裏面有一個很大的表 我們將其中1、2、3個情景 它總共有40多個情景 1、2、3情景大家看到 L3為例 capacity 即是設計容量是5,400輛車 但是 在早上繁忙時間 在1號情景已經超出了 去到5,700輛車 而旁晚的情景更加去到7,400輛 這個就是顧問研究 根據人口又已經低估 車的增長又低估 跨境就業又低估的情況下 都出現超出負荷的 如果你想看VC的報告 下一部分都有VC的報告 例如你會看到 情景1是去到1.39和1.37 超出了1.2的最高負荷 OK 顧問也有說怎樣解決 其中一個方法就是收路池 其中一個解決的方案就是 只要收隧道或者車道的收費 就可以把負荷減低 換句話說 將來的居民要經常要塞車 要不然就要給買路前 這個是顧問報告 已經是先指聲明的 即使要收買路前 大家會看到 仍然出現L3段 會有超出負荷 達到1.27的情況 如果你的收費是低的話 這是顧問報告寫的 在5.3.5段 顧問報告說 如果你提高收費 這樣就可以令到它的道路 勉強可以管理的狀況 這個收費是什麼意思呢 有15個收費情境 譬如大家看看 這個圖表有L1L3L2L5要收費 它的收費 假設以現在的清余鋼線 即是Landhouse Link的收費 做參考 所以你看到100% 即是100% 就跟足LL收費 譬如以T1的情境 就是全不收費 所以就嚴重超負荷 T2就會是50% 100% 即是 如果你一天要經三條這些道路 以T2的收費情境 差不多一天來回要付90元左右 因為現在的LL收費 私家車15元 你可能三條一天來回 就已經是90元了 好了 接著這個圖表就是 第二個部分就是 如果我不開車的 我是坐鐵路的 那又怎樣 鐵路的情境 也跟剛才一樣 我去到剛才那張 裡面讀了一句很重要的 這個圖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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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是 是 他那個部分報告5.5.40裡面說 如果包括東大嶼的乘客 在最繁忙的廣島鐵路沿線 廣島線 即是說中環至上環段 是會有差不多六萬一千人次 就是 即使以每一平方米四個乘客的高密度 都超出廣島線的負荷 對不對 回到剛才那兩個情境的表 你會見到一個顧問 就是用T1、T2到T15的不同的情境 給大家看 你看到跟剛才的讀法一樣 就是說 乘客的數量 OK 或者我們跳地圖給記者看看 現在說過鐵路是甚麼意思 鐵路總共有三個選項 第一個選項 選項A就是紅色的線 就是說你在港島線 不用下車可以直接去東大嶼 這個就是OptionA 然後OptionC 就會是你去到堅尼地城要下車 然後轉另一條線 去東大嶼 裡面還有很多情景 就是這個叫base case 即是44萬人的時候的情景 亦都有Full case 就有三個情景 但是時間關係 可能之後跟大家補習才說 好了 最後一個OptionC的情景 大家很有興趣的 就是說 在整個Full network 就是整個Full network 建好 顧問研究報告 以這裡是有三組紅色線的鐵路 包括剛才說 堅尼地城去東大嶼 然後在東大嶼 會有另一條線去九龍 青衣那邊 然後另外還有一條線 是會沿著西南面去屯門 這個就是Full network scheme 最後一張就是我剛才說 去T1到T15的情景裡面 怎樣閱讀 大家看到base A 即是44萬人口的情況 Island Line 即是港島的鐵路線 Capacity 那個設計容量 就五萬七千人而已 但是呢 繁忙時間 早上會去到六萬一千人 就超出了 那個港島線的容量負荷 而且這個容量是 以每一平方米 四個乘客的假設的 那我那個發言到這裡 到現在為止 我們講了明天大禹 從觀念方面 公屋啊 本地就一樣 所以他們這些觀念 根本不可以成立 不可以成立 那Ronald和阿堯說過 交通系統又不可以成立 那這個是神話 那怎樣影響 堅尼地城的影響居民呢 所以現在下一步 你聽到怎樣影響 本地居民了 另外兩位 所以很重要 神話和基建都搞不定 那居民更加不定 大家好 我是堅尼地城的居民 剛才大家聽到幾位專家說的 就是 我作為一個居民 就覺得都幾恐怖 首先 這個可能 可能政府說是會利益全香港的計劃 到頭來誰要付出呢 原來是我們堅尼地城的居民要付出 那他們就會說 不是 你到時那些樓價會升的 因為你那個是交通樓樓 我想大家想回 過往這麼多個香港的交通樓樓 有哪一個的樓價真的會升的呢 譬如你想想 九港鐵路 紅磡站那裡 除了出名的大酒店之外 還有什麼出名沒有的 沒有人住那裡的 因為任何人去到那些交通樓樓 就急急去下一個地點 沒有人會停下來看看 最近的例子你就可以看到 西九那個站 又說加租 那些人很開心那裡開店 到頭來是沒有生意 因為人家下一個地點就打算走的 這個就是現實 再想想 你看看我們 紅磡隧道那裡也是 哪有人住那裡的 車多人多 骯髒難 最多就是起酒店 現在在紅磡站那裡也是起酒店 我現在想起都害怕 將來我們的堅尼地城站 就好像現在每天 金鐘站 上班下班 就逼得傻的 原來政府是沒有想過這些問題 甚至想過 然後就否定了 以前已經說了 做不到 走不通的 那現在你都聽見了 有1 2 3 4 5 6 7個可能性 建在哪裏 不知道的 你自己家裏做個裝修都不會這樣 不會說 不知道要建什麼 去了馬仙 哪有這樣的事 現在我們政府就是搞成這樣 所以我作為一個居民 我們為什麽要選擇去住在堅尼地城 是因為那個地方有一個我們喜歡的質素 如果我喜歡旺的喜歡吵的 我住在旺角 我住在堅尼地城 因為我們那裏寧靜 我們那裏的民風純樸 將來你弄了一些奇奇怪怪的東西 甚至如果是說 嘻嘻搞不定的 因為你都沒有做過任何可能性的研究 結果是爛了尾的話 那就大件事了 你想想那些土瓜環 那些碼頭圍道那裏 那裏封了路 起了這麽久 起沙中線 那些生意多受影響 那些民居多受影響 那些民居多受影響 每天在那裏食塵 將來我們堅尼地城搞成這樣 我覺得我們居民真的不想見到這樣 多謝各位 我自己本身就是住西營盤的 那我和我家人在那裏 都有60年的時間 這幾年真的發生了很多事 那 我們是怎樣知道這個 有關於人工島這個計劃的 就是兩年前 有一個大陸的官員 他下來了 然後就在接待他 即是香港的官員接待他的時候 就給了一個人工島的模型給他看 那我們都是在報紙上面見到那個模型 然後我們知道大概有一個人工島會 就是這件事情會發生 那都不會覺得和我們 港島西這一面的居民有什麼影響 那之後又發生很多事 有很多的資料丟出來 然後有一個很大的遊行 這些我們全部都有參加 然後我們就發現 原來這個人工島的書樓 是在我家的前面 即是他們要建這個隧道 其實就是在軍營 即是在軍營 即是在軍營的門口 也是即是在我家的 由我家的管理處走過去 他們要建這個隧道那裏 我想走十分鐘左右 就到了 點對點 原來是這麼近的東西 但是政府從來都沒有下來 交過資料給我們 或者諮詢過我們居民的意見 或者下來看過我們的需要 那在這兩型裡面 那我都跟一些有心的居民 一起想說去找多些資料 去認識多些關於這一件 就是這麼切身的事情 但是無論是在政府的圖書館 又或者是我們想去找一些區議員 他們都是不願意在這個話題上面 去滿足得到我們的球之獄 一直到上個月 那我就去了這個中西區區議員的會議 那我希望能夠面對面去問 現在正在做的那個 就是幫建制派宣傳這個人工島計劃的議員 問他究竟你說到人工島這麼好 你要贊成的時候 你要代表我們居民贊成的時候 你究竟這個理據是什麼呢 他是完全不肯理我 那麼政府也都在這個時候 就派了很多的職員下來 在大大小小的一些公開的場合 或者一些居民的活動的場合上面 去宣傳和去銷售這個計劃 但是每當我們想說 跟他們有什麼機會可以坐下來談的時候 他是完全拒絕的 連我自己家裡的區議員 我那個區的區議員也是這樣對我的 我只不過是想問他 現在你在街上派的一些 唱好人工島的那些單張 他更加多的內容 我想問一下你 我想見一下你 可以不可以 他是不願意接見我 那麼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我們居民有很大的壓力 因為你知道我們真的有家人在那裡住 我們有小孩子 我們有一些老人家 我們家裡那一頭最出名的就是老人院 就是中聯辦後面的電車路 一辣的老人院 你告訴我 要在那個海旁那裡 去建一個這麼大的工程 那究竟是會怎麼影響那個空氣質素呢 又或者會怎麼去改變那個地區的老人院 他們會不會搬 或者去哪裏 怎樣去改變那個地區的營商 又或者居住的環境 這些是你問了 不會有人理你 那麼現在聽了這麼多專家所說的 之後我覺得 其實他不管我是對的 這些事情你怎麼讓我知道呢 如果這些事情你讓居民知道 我們哪裏可能是會贊成的 所以就 我都希望 我知道在這個工程裏面 有很多東西都會受到影響 譬如在可人生態 在一些的 譬如我們的庫房的收入 又或者是在很多的 30年之後的計劃那裏 都會有一個很大的 但起碼你都可以望一眼 我們這邊講到西真是住的 這一班的居民 可以給多些的資料 我們給多些的協助 我們去適應 至少你們應該去面對 就是政府的官員 應該是面對這件事情 都跟我們在一起 我想補充一件事就是 他現在說十幾年之後會 落成可以入火 我是不相信的 我給大家一個例子 現在在中環摩天輪 摘住那塊地 應該九六、九七年的時候填好了 到今天都不起東西 因為還在沉降 這個是沒有人猜得到可以多久 如果到時真的會入火的話 我真的批個頭給你就可以了 我真的不相信他可以這麼厲害 到時十幾年之後可以入火 到頭來就是去到2047 那時候已經是中環融合了 還搞來做什麼呢 這個做不到又很來自 現在東涌新城鎮 2012年開始做可能性研究 到2018才施工 六年了 有什麼可能性研究 那現在政府都要握 三年半 三年半從開始到施工 有什麼可能呢 那 洪水橋也一樣了 洪水橋2011年才開始做規劃 要2018年才可以施工 又是六七年 那有什麼可能這個項目 40個月就可以開工呢 不可能的嘛 純碼來的 我補充一下 現在立法會那個審議的情況 那這份 就是剛才他們幾位都提到那個TTIA 那這個是去到 開了那些立法會發展事務委員會的公聽會 才是報告 才是給了Tom他們的 那就 所以呢 在那個發展事務委員會 之前那一輪的討論 和那個幾次的公聽會 其實都沒有人有機會看過這份報告的 那這個是第一點 那第二點就是 現在政府呢 他在公佈這份報告的時候 就有幾張紙 就戴上頭盔了 就說呢 是不再適用的了 那些數字 那這個是 令人匪夷所思的 因為呢 如果他說 因為我這個2016年底的報告呢 是用中 11年12年 至到16年的數據為基礎 那所以就不適用呢 那大家會明白 其實我們那個東大漁人公道呢 它是 按它的說法 都起碼起到203幾年才入伙的 對不對 那 統計署每幾年呢 它就會去更新 那個關於香港未來人口的數字 那它的意思是不是就是說 它可以去到 如果我們 2020幾年的時候 統計署有一個新的數字 那它是不是現在 拿5.5億做的那些報告 又是可以丟掉它呢 就是所謂一個 要緊貼市況的那個報告呢 就是在政府的標準裡面 根本是不可能出現的 不可能存在的 那這個是第二點 第三點呢 就是 其實現在就出現了一個問題了 就是 這份報告裡面呢 其實是 帶給我們很多 很重要的數據 那但是呢 政府現在的說法就是 我們不要看它了 丟掉它 那就直接 好像由零開始這樣 就要接受 要批錢5.5億去做過另一份 新的報告 而這份新的報告呢 就好像剛才Tom說 就已經要將那些 其他的 工程和規劃的報告 以至於詳細設計呢 其實都已經是 配合在一起 三合一去做過一次 那 我們其實是 現在在公務小組 去審這個項目的 那我認為呢 我們沒有理由 當這一份 2016年底的 交通影響評估報告呢 是沒有到的 所以呢 首先我現在就 會強烈去要求 公務小組的主席 盧偉國 和發展事務委員會的主席 梁志祥呢 就先 現在呢就暫停 那個公務小組 5.5億的 研究的撥款的審議 回來呢 就開一個特別會議 就等政府去解釋一下 這個TDIA 這個交通影響評估的內容 就是到底 它有些什麼的 過時都好 都要解釋清楚 就是如果你沒有去進入 這一份文件的討論呢 我們是不應該 就跳到去 現在這個5.5億的撥款的 那大家都知道 我們 禮拜三上午呢 公務小組又會再開會的 那 我們會在適當的時候 就去提出 終止那個議程 那希望有個機會呢 可以回來這個 這個TDIA 那個報告的討論裡面 是 那我們見到 就是我們各位的專家都在說 無論是在人口 還是在說交通 還是在說一個規格 其實正正正 我們見不到明日大月 是帶給香港 有任何的 就是明日的希望 所以我們剛剛呢 也都想重新就是說 其實政府是欠了 一個公眾的諮詢 就是說什麼呢 其實它就是急急的 在2月底 3月初的時候 就去了4個區議會裡面 做一個諮詢 但是呢 公眾是不知道 居民也是不能討論 所以我們見到 我們希望政府 第一要做一個公眾的諮詢 就是可能是民政主 做一個領頭 第二就是我們覺得 居民是要一起去監察 區議員和立法會議員 因為他們在區議會裡面 很輕易就投了一個贊成票 其實是不負責任的 所以我們希望居民 我們自己去找你的議員 問他為什麼 去支持明日大月 或者是問他明日大月是什麼 看看他回答什麼給你 第三就是我們搜尋大魚聯盟 是會有一連串的行動 我們上個禮拜 就有一個叫做 保佑香港太平的巡遊 我們正正就覺得 這個明日大魚就是破壞 香港的平安和太平 無論是在生態上面 還是我們在錢上面 還是在說香港的未來 都是無比我們有任何的盼望 所以我們邀請公眾 如果你有些想法 對於明日大魚的 邀請你們 都可以主動的去聯絡我們 我們要再一次說回 最後就是 政府在公務小組裡面 它是很不合理的 為什麼不合理 這5.5億的研究是打尖的 我們要說回這5.1的研究 是突然之間在5月份 5月14日 它就拿上公務去談 接著每個禮拜就開兩次會 還要加長每次開4個小時 我們見到其實它又要打尖 又要加快 其實我們見到 是不是不對 所以朱伊迪議員 剛剛就補充過 他會提一個宗旨 就是辯論 這個5.5億的研究 是很重要的 所以我們希望 所有的立法會議員 他們都要告訴公眾 為什麼他們要支持明日大禮 而公眾也需要一個 基本的資料去辯論 或者認識這件事 希望他們可以回到發展事務委員會裡面再談 我們不如最後來 看看記者有沒有些問題想問一下 好沒有 好 就據我了解那個顧問研究報告裡面是包括了區外進入 這個區的交通負荷 設計東大嶼裡面的交通使用者 其中新界西他們有包括了貨櫃車輛 以至其他車輛的計算 但是正如我一開始說 他在那個人口和就業 這些假設上都是比現在政府宣佈的為低的 所以我估計他都應該是低估了區外 所以需要進入這個區的交通負荷 剛才跟袁哥說 他假設在明日大禮原地就業 假設 但其實我剛才也說過 不可能 不可能因為在明日大禮有18萬間公屋 找不到本地的商業核心區工作 所以一定要跨境就業 還有沒有其他記者朋友有些問題是不明白的 例如剛剛大家都提過那個報告 其實是甚麼來的呢 他們簡稱叫做TTIA 就是連接堅尼地城和東大嶼都會的 運輸基建技術性研究可行性研究來的 在2017至2015至2017年的報告 所以是2017年才開始公佈 但政府從來都沒有公開這份報告的 正正就是揭而不捨 Tom和Warno 他們才問政府去拿到這份報告 所以大家如果想知道更多 真的好像儀生哥所說 我們可能有個查序 跟大家去講一下這份報告是甚麼 為甚麼這麼重要 你明白嗎 有兩個研究 一個研究 蓋甚麼隧道 怎樣蓋隧道 怎樣蓋公路 那是硬件問題 硬件 現在我們講的TTIA是 蓋了硬件之後 有車有人流 這個硬件可不可以接受 所以要分清楚 第一個報告是蓋隧道 蓋路 第二個他們說是 有車有人 有鐵路之後 頂不頂得信 尖密封 尖密封 基本法是 不開箱的問題 尖密封 很難 尤密封 尤密封 尚密封 它是高潮流的高潮流的高潮流的高潮流 从 Kennedytown到中央的高潮流 而更多远的高潮流 不需要高潮流的高潮流 这是设计年代表的设计 因此,我们需要不同的方法 而不是越过多远的方法 而不是越过多远的方法 而越过多远的方法 而我说今天 有高潮流的高潮流 而是越过多远的方法 而越过多远的方法 所以,我们所自从来的方法 人从 Kennedytown,西区 会不会进入中央的方法 因為上一次我們有一些居民的聚會 就是在大廈樓下的看間廳前面 去談一些關於維修的事情 但是當時有人就說起有關人工島這個計劃 也說回附近可能會有一個大型的基建 在我們家附近的時候 我們那個區議員的助理就走出來 帶著兩個人員之後就很大聲地跟我們說 你們不要在那裡阻礙 人工島這個計劃是會發達 是會令到我們發大達的 不單止他們的態度是很粗暴 其實我們一班人嚇得大跳 還有一些居民跟我說 他們是真的exact wording 他們跟別人說這個計劃是會令到 本來我們在那裡住的居民發達和發大達的 我不是經常有機會看到你們 所以我都想問你們對於這件事的看法 我十幾年前有一篇關於金利地城的住宅價格的研究 基本的結論就是說工程期間是樓價會受到影響下跌 那這個都人之常情啦 因為變成了一個地盤 那工程之後呢 其實能否帶來那個經濟效益呢 就視乎那個基建設施呢 究竟是在改善著該區的狀況 還是說是令到該區更加是移居到下降 那現在我們看到顧問報告似乎是講將來的情況 有很多超負荷的情形出現 那這裏呢就會有些隱憂了 就是說到時候那區會有百多萬人口 可能是經常都需要用這些主幹道 是經過堅離地城去出入 而港島的鐵路線也都變成經常超負荷 所以這裏可能就需要做些更加詳細的研究 才可以釐清 我要補充了 阿賀爾講這個發達的觀念 發達的問題是誰人發達 不是主要一個人發達 如果當一個本來是住宅區 變成很商業化區 那個環境呢 本地的小生意 我們喜歡住金利地城 我們喜歡住煤窩 因為我們是本地的環境 所以我們街坊都是本地人的 假如一個發展的商區 結果麥當勞 連鎖店 會完全淘汰本地小生意 所以這個觀念可能 他們可能不明白這個觀念 其實如果真的發展了 他們不會發達的 是外邊來 Starbucks 連鎖店 Pacific Coffee之旅的財團 就將本地的小生意都淘汰了 好 還有沒有其他朋友想這樣說 如果沒有 我其實邀請大家看立法會的文件 第六頁 第六頁它正正就說 為什麼它要有這個 就是明日大禮呢 它就說這個是一個策略性地位 提供第三個商業 核心商業區 所以這個很明顯就是政府 其實它想要做一個核心的商業區 其實居民住得好不好 還是沒有房屋住 還是住七成的居民 其實這個都不重要 所以我們見到這個政府 它正正在說一個大灣區 一小時生活圈 所以它不是在改善香港人的生活質素 而我們說 大禮其實是明日香港 到底香港的錢是要怎麼用 萬億是要放在哪裡 為什麼它正正就說 要改善我們安老 和改善我們社區照顧的時候 其實現在不是正正它應該要做的事嗎 為什麼它是反過來 是用萬億去賭下去人工賭呢 為什麼它是用5.5億去做一個研究呢 而之前說的是2017年 剛剛完成的報告 是用900萬的 那些全部都是公帑 為什麼900萬的報告 看都不看 跟局長做 丟進垃圾桶 其實是不合理的 所以我們希望 記者朋友都幫我們追 追發展局 為什麼它要丟這份報告 公聽會的時候 也都不拿上來給我們去討論 追到負都掉的時候 才肯拿呢 所以我們希望大家一起幫忙 去問政府 而第二就是 我們守護大嶼上個星期 發了一個電郵問 所有的立法會議員 他們怎麼看這5.5億 他們是支持反對 還是沒有表態呢 其實我們現在只有14個議員 是說 他會反對這5.5億的撥款 申請 所以我們希望 大家都幫我們問一下 其他議員在想什麼 我們不知道 我們希望大家一起去協助 好嗎 最後再叫多一句話 好嗎 我們一起站起來 好啊 明天香港 明天香港 我們說是 明日香港 我們說是 反對5.5億研究 終止5.5億撥款研究 終止5.5億人工賭撥款研究 終止5.5億人工賭撥款研究 明日香港 我們說是 我們說是 明日香港 我們說是 明日香港 我們說是 好 多謝大家 多謝 除了發新聞稿 還有各位專家的一些文章 我們都會再發給大家 如果大家想要 可以留一個卡片給我們 我們後面有個同事 阿蘇 他就會發給大家 多謝